我們要請教一下我們營養師 送禮 最好是送一些比較沒有負擔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已經開始送一些跟健康 有關係的一些禮品 這個會 對 這個一定自己送給他 其實我還滿喜歡燕窩的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男女老少都可以吃 其實我們買燕窩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要學會 因為有一些燕窩 可能你覺得好紮實 好厚 厚厚 白白的 然後你這樣子拿出來照那個燈 那個燈完全透不過來的 其實那一種 它可能已經塗膠了 塗了滿滿的一層膠 所以你看起來很厚 再來我們要看顏色 如果它的顏色是純白到 好像這一個杯子這樣子的話 其實不可能 除非它經過化學的漂染劑 然後你還要嗅 如果你嗅起來正常的 沒有什麼味道 如果你嗅起來 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那就是可能剛才我講的 經過了化學的漂白劑 去漂白過了 然後接下來就回家泡 如果泡起來 它可以膨脹 至少五到八倍 那它就是品質好的 可是如果你自己拿去泡 泡起來 它只發了一點點 可能它只比這個再大了一倍 那個品質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吃 如果有些燕窩吃起來 有一次就鼓流 就吞進去了 完全你吃不到任何口感的 那裡面有可能加了一些海草類的 或者說它不純正 有一些可能你買回來 就是煮好了的 碎碎的 其實那種也有機會 餐了別的東西 所以要萬聞聞切